一甲成九雞 乳鴿的食法有很多種 今天我們到達佛山南海 吃一個用新鮮的椰汁和蘆蕙種湯底的乳鴿煲 各位朋友大家好 眾所周知 早餐飲真的競爭越來越大 有不少的食肆都說茶試可以 凡事真的好難做 今天我們過來光顧這間 乳鴿園 這間店的位置 就真的是一條街非常入面的地方 如果說地理位置 它絕對沒有佔任何優勢 一進來就可以見到 用心做好鴿這幾個大字 為了不用等位 下午五點一開始就過來 珍珠馬蹄 木瓜蘆薈湯底 鮮魚鴿 搭配一隻 然後搭配一條新鮮的排骨 鮮木瓜蘆薈湯底 就是他們最有名的湯底 一定記得配菜要加一份 小馬蹄和鮮薈 夾筍飯 小份的 這個四個 最好吃的 這個是香的 這個是豉油的 這個是鹽膏 這個是沙薑 紅燒豉油黃 紅燒一隻 這兩個是哪種 要沙薑嘗嘗嘗嘗 夠了 菜呢 一份雜菜 開餐之前 廣東人的老規矩 六碗碟 然後點了兩份他們的小食 價格不貴 三元雞一份 炸花生雖然看似簡單 但是如果想吃到夠脆口的花生 又不是太容易 這裡客人多轉流快 炸出來的花生也是特別新鮮 這間店的老闆已經經營了十六年 他自己有自己的奴會種植園 這一些就是雜菜 拿起來非常紮實 很重手 說真的 我很喜歡在廣州的周邊吃東西 食材新鮮麥美嘉年 現在上來的就是湯底必放的兩種配菜 新鮮的珍珠細馬蹄 和一份去皮的蜂蘿 每樣配菜都是25元一份 其實說起吃乳鴿 到處都有得吃 這間店除了有平常吃的幾種乳鴿的做法 紅燒豉油黃 椒鹽和沙薑焗之外 店內的鎮店之寶和招牌湯底 就是新鮮的木瓜椰汁烏匯湯底 首先把珍珠馬蹄和蜂蘿放進去煮 在湯底裡已經有了我們點的魚鴿 魚鴿一開耳 下了配菜之後等它滾一會 接著我們另外點的兩種口味的魚鴿上來 首先上來的就是紅燒魚鴿 這裡的魚鴿格格真的非常實惠 全部的魚鴿都是33元一隻 這碟就是沙薑蓉 等一下就用來點湯裡面的魚鴿吃 薑蓉就已經加了少少的油和鹽 如果覺得不夠味的話 可以加少少的醬油 這邊的魚鴿格格真的超級實惠 在廣州不少的酒樓 魚鴿大部份都是四至頭一隻 跟這裡的33元一隻相差很大 湯底裡我們還加了一份新鮮的排骨 新鮮是絕對肉眼可見 阿姨跟我說不要喝茶了 等一下要出來喝湯 等一下的湯會超級好喝 包我滿意 說得這麼有信心 等一下讓我試一下 是不是真的一口湯 好像它說得這麼好喝 紅燒魚鴿一開射 當然如果不想汁水流出來 最佳的食法就是不斬整隻吃 撕開瓶就可以看到汁水 這裡的魚鴿真的一點腥味都沒有 33元一隻的紅燒魚鴿 比很多在廣州酒樓的魚鴿 老師傅腌尖點瓶 醃的時間還可以久一點 等它再入味一點 燒的時間亦可以再長一點 等表皮還可以再老身一點 感到更加軟味 接下來的就是沙薑魚鴿 用石紙包著 比較香口的兩種做法 就是芝蓮和沙薑 魚鴿有分很多種 有苗寧鴿和魚鴿 這裡所採用的鴿大部份都是六至七兩重 試一下沙薑味的做法 這隻沙薑味的做法很夠味 如果喜歡吃香口的食物 或者想拿來送酒的話 非常推薦沙薑的這種做法 一夾聖狗雞 今晚這一餐真是超級飽 食材放在湯底裡 服務員就說等它煮起身後 煮差不多15分鐘左右 就可以邊喝湯邊吃夾邊吃配菜 煮起後上面放著少許的泡 可以撇出來也可以不撇 自己要看著時間 大火煮起15分鐘 要即時轉小火 否則湯底就可能會煮乾 不建議再加湯底 加湯底之後 淡湯就沒那麼好喝了 接著我們點的甲嬸飯上來 細份的都這麼大 強烈建議過來吃飯的人 最好就是四人 或者是以上 這間店魚鴿用量超級多 甲嬸飯最經濟 當然可以選擇魚鴿飯 這個湯底 跟我們平常吃的椰子雞湯底 略有不同 椰子雞大部份用的都是用椰子水 而這裡的湯底 加入了新鮮的椰奶 時間到 轉小火 可以吃了 你可以吃肉再喝湯 也可以邊喝湯邊吃肉 怎樣吃法 隨你喜歡 剛才我們試了一隻紅燒 一隻沙薑味 比較重口味 而這一種吃法 就清爽很多 乳鴿一開二 煮了15分鐘後 都不會覺得特別的細隻 拌一碗這麼足料的湯 來試試味道 既然一間餐飲食市 如果想你的生意好 有回流客的話 你的出品才是最關鍵 食材味道價格 橫橫相扣缺一不可 如果你的出品好 得到食客的認可的話 無論你開在什麼角落的位置 一樣都會有人找上來 地點真的不是問題 出品才是關鍵 不知道大家是否贊同呢 試一口湯 新鮮的乳鴿排骨 和風鹿細馬蹄 烏迴木瓜 一起煮出來的這口湯 真是意想不到的清甜好喝 吃到適合自己胃口的美食 可以令自己心情愉悅 現在我撕起的這些 就是經過處理過後的新鮮的烏迴 這些烏迴是老闆自己做的 烏迴很好吃 這個湯很甜 很棒 很棒 炸了椰子雞 我們的結論 就是比椰子雞更好吃 滾過湯後的魚餃 肉質一點都不會擦 點一點沙薑再入口 肉質嫩滑 和帶著少許椰子的香味 和剛才的紅燒沙薑做法 也是完全不同的味蕾體驗 今天一定要大力賺一下他們的風率 滾過後的風率入口 又粉又甜又香 平時真的好少可以吃到這麼令人滿意的風率 要不夠粉就不甜 要不就甜不夠粉 有些粉甜又不夠香 新鮮的排骨也是超級多 我不知他們選擇的是哪一部份的排骨 滾熟後點一點醬油 肉質超級嫩滑 而且滿口的豬肉香味 很多人都說 吃豬肉沒有豬肉香味 那是什麼味道 話就不是這樣說 真的有很多時候吃豬肉 吃不出豬肉味 真的好想買些風率回去 煞了你當零食吃 如果人多的朋友 還可以點回他們的土雞 人少沒辦法 可以嘗試的東西就不多 今天我們所吃的這餐的份量 足夠四個人食用 強烈建議大家如果想過來吃月鴿 最好就是湊齊四人或以上 其實出去旅行 一個人就真的很難吃東西 嘗不到什麼一會就飽了 兩個人就稍微好一點點 最適合的就是四個人或六個人一起出遊 這樣可以點菜的品種可以多一些 可以嘗試的種類都會多不少 點湯底的時候 我自己還以為是點了馬蹄仔就可以了 阿姨就說一定要聽她的介紹 點了一份風率 幸好聽了她的意見 否則這麼漂亮的風率 就真的幾乎逃跑了 這一鍋夾腎飯 絕對不是開玩笑 五六個人食都足夠食 夾腎雖然是夾的下水 不吃什麼錢 但處理得好和飯一起焗的話 味道都不差 焗的時候又加了薑蔥 夾腎入口一點都不會覺得有根 脆爽鮮嫩又多好吃 沒辦法 今天吃了太多魚餅 飯只有一人吃了一輩子 其他剩下的打包了兩大盒回去 吃完魚餅 連雜菜都未有機會吃 就已經飽到不得了了 給你們看一下 為何我們要五點鐘 他們一開門就來 這就是原因了 大部分的桌子都已經被人扔掉 門口還站著一堆人在等位 這間店的出品正如他們詳順所寫的 真正做到了用心做好夾 上完之後 我們都不好意思坐得太久 這麼多人等位 快點養位給別人吃東西 今天我們吃的東西 以兩個人的份量來計算 就多了不少 買單一共294元 足夠四個人吃 平均下來都是70多元而已 出品不錯 價位合理 那就是他們有生意的原因 開在這麼入位置 街客肯定就是少了 過來光顧的肯定都是回頭客 或者是朋友之間的宣傳 絕對是走向不跑 韓子森的最好詮釋 今天的視頻 一夾聖狗雞 品上非常特別的 鱸匯椰子木瓜乳鴿煲 就和大家分享到這裡 我喜歡分享我生活中的點點滴滴 如果喜歡我的視頻 記得關注我 多謝你們的支持